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行动反仇恨联盟日前主办研讨会 呼吁民众举报犯罪案件 联盟强调报案者的身份将保持隐秘 同时也可获得高达1000元美元的奖金 本次研讨会由联盟创办人 加州前参议员夏勒伯和夫人何美妹主持 邀请了前加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美诺 以及洛杉矶地区犯罪举报方案执行董事萨拉查 萨拉查表示洛杉矶地区已经接获 132176个犯罪举报 包括4403件杀人案 3922件逮捕案 追回遭抢或盗财物价值超过260万美元 以及查获毒品市值超过5000万美金 这样的打击犯罪成果主要亏功于举报民众 罗美诺提到1980年代初期在墨西根发生的陈果人命案 他说类似这样的仇恨犯罪案件与日俱增 而他自己都曾是仇恨犯罪的受害人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ee people as human beings You cannot just desensitize And when we don't see people as individuals, as humans It becomes easy to target them And to have them become victims of a crime Because we're desensitized to that Whether we refer to a child as a monkey Or whether we cannot even identify somebody And who they are 夏勒伯表示 美国各地仇恨犯罪不断增加 各个社区必须团结一致 打破种族以及肤色翻离 多多举报犯罪案件 没有大众的参与 就没有公众安全可言 何美妹认为 必须要使社会大众充分了解 如何抑制仇恨犯罪 事实举报 而执法人员和媒体 更应积极处理仇恨犯罪案件 凤凰卫视白一辰送成洛杉矶报道